凤凰网时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汪一波 今晚的造型很帅气,那你最喜欢今天晚上那个是哪个亮点? 小熊猫 靠配置点缀 今晚获得最佳新进演员的奖项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觉得这个奖跟自己还集合吗? 很感谢大家能对我的这个认可 然后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努力 然后给大家呈现更好的作品 平时穿衣风格都是走什么路线的? 比较嘻哈方面,比较hiphop,然后宽松舒服为主 最喜欢买什么单品? 帽子跟鞋吧,其实衣服方面都挺爱买的 就好看就买 帽子空 主要是鞋空应该是 就是各种什么限量款的鞋 然后谁跟谁就联名了那种鞋都会买 然后看你发微博蛮多造型 它很时尚的 然后都是自己搭配的吗? 对,我喜欢给自己搭配一些机场服什么的 然后就是能不能挑战一些特别艳色的那些颜色呀? 就是喜欢穿的鞋? 没有,颜色方面的话我倒是比较喜欢就暗一点黑色系的 也会偶尔稍微艳一点粉红色或者是荧光绿那样的 然后对 穿过最夸张的造型是什么样的? 形容一下 有一次拍杂志就是 它只有一个袖子 然后没有衣服 然后袖子是缠了一圈像微博一样缠完之后 然后两部袖子就下面没有衣服 而且是全是毛 那种全是毛的那种毛绒容的 然后感觉那个还挺夸张的 还能接受比这个尺度更大的吗? 不是蕾丝就行吧 所以蕾丝是不能尝试的 应该是 好 除了演戏工作的 除了演戏工作其他的业余时间就是还有什么爱好吗? 我喜欢玩游戏喜欢骑摩托车 所以在业余时间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最多 对 骑摩托车的季节的话会经常会去骑摩托车 就比如说到冬天的话 骑不了的话我就会在家里打游戏这样 一般都在什么地方骑? 在北京或者是去沃尔多斯骑 骑过去吗? 不就是开车把车运过去之后 然后在那边骑 然后下次准备开发到就是 珠海那边也有个很大的赛道 不错 然后会去骑一下 从歌手到演员到主持人已经是多蜡蜴人了 有没有想过以后主要着重在哪个领域发展? 主要着重的话还是可能会以演员或者是歌手的形式的身份去着重 最近的话可能会以演戏方面更多一些 最近有什么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马上就要进组了 拍一个类似 是比较科幻类型的电视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